女生還有一個常見的疾病 就是子宮長肌瘤 根據統計 每四個人當中 就有一個人有肌瘤的問題 而且那肌瘤可大可小 有些人可以重達1.1公斤 像王宇傑 他有這樣的問題 他大概到10公分這麼大 對 這個王宇傑 其實他在青春期的時候 因為嚮往擁有這個大胸部 所以他就吃了很多不明的藥物 結果風胸不成 到了他成年以後 居然就長了5公分的子宮肌瘤 那醫生就交代他 你要持續追蹤 但是因為他曾經年輕的時候 去看這個胸部檢查 結果去那個教學醫院 結果當他裸著上身的時候 旁邊站了一整排的實習醫師 他覺得那種感覺很不舒服 就有陰影 你知道嗎 所以當醫生告訴他 持續追蹤 他想不要 我要拍戲 我要幹嘛 他就找各種理由來推脫延遲 結果沒想到 在過了一兩年以後 他本來是5公分 變成10公分 變成10公分 而且那時候已經非常的大 所以醫生就告訴他 你要當場 就趕快摘除 而且不只摘除 更糟糕是他連左邊的卵巢 也整個都要拿掉 所以影響非常大 所以告訴大家 匯集記憶真的就是這樣 雪靈里的案例 真的 另外有一位是財經的網美 叫做胡彩萍 他前一陣子透過手術 拿掉一個非常巨大 非常壯觀的 這個子宮肌瘤 你要重達1.1公斤 一個早晨了 這個體重差不多了 很恐怖 結果他本來以為說是小刀 結果沒想到 比他想像中還痛 他形容不只是傷口痛 而且裡面那個切口的地方 才是痛點所在 痛得受不了 甚至連吃東西 腸胃蠕動都會痛 所以他朋友都告訴他說 你其實真的就是一個剖腹產 只是人家拿掉 拿出來的是一個小孩 你拿出來是一個 1.1公斤的大肉球 所以還是要做好月子 把身體調養好才可以的 這個就我們有點疑問 要問一下王醫師 一個問題 為什麼有一些子宮肌瘤 你們會建議他開到 什麼情況之下 這個子宮是一定要開的 而且另外為什麼這一位 連左邊的卵巢 都整個要拿掉 到底切除子宮肌瘤的手術 有哪幾種 為什麼有人要全切 有的人就是只切部分 真的有人甚至切到 連卵巢都要拿 到底是什麼狀況 這樣就是我們大概 女生最重要的器官 一個就是子宮 然後要兩邊卵巢 那子宮肌瘤 他的最重要的一個任務 就是懷孕 裝小孩 就是小朋友的一個家 所以大部分我們在要 是否要進入比較 我們分兩大類 一個叫做非介入性治療 一個叫介入性治療 介入性就是我們要開刀 那非介入性治療 就是用症狀來看 那什麼樣的情況 要比較開刀 就是說第一個你的 因為子宮他會 每個月會向月經來量 如果你的量非常非常多 積血量很多 你當然就會 你每個月能夠製造的骨髓的 就等於像銀行的概念 你花的錢 比你賺的錢來得多 你當然就雄速 一直往下滑 這樣就會有危險 像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是比較會考慮要手術 第二個就是 你長大的 長的位置去壓迫到 你周邊的神經 有症狀了就對了 嚇痛 它這塊骨盆是在 肌瘤 子宮是在我們骨盆的底 它可能壓到你的膀胱 膀胱會頻尿 或者前面你的神經會痛 壓到周邊也會 壓到後面腸子都會有一些疼痛感 你每一次都疼痛感 你的生活品質就會變得比較差 這個就會考慮要不要手術 它會影響你的生活 其中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是 長大速度太快 你本來可能照只有四五公分 可能半年後再追蹤 砰 變成十公分 一下飄一倍 它就長大太快 這個是一定要手術的 因為你會擔心它是惡性腫瘤 如果它是惡性腫瘤 那整個命運就不一樣 它就是所謂的癌症 所以這幾個會是要用手術的方式 那手術的情況下 這個到底是我只要拿肌瘤 還是把它整個子宮都摘掉 那就要看 第一個我們會考量的點 就是年紀的問題 假設一個二十幾歲的女生 她也沒有生育 你當然只能把它肌瘤拿掉 盡量部分 對 你就不可能把子宮切掉 整個摘掉 可是一個女生已經45歲了 假設她已經沒有生育的需求 那我們就可以跟她講說 你就乾脆子宮就拿掉 避免拿這個 然後過一陣子又復發起來 又長一個新的 對 那你就變成 一直這個問題就來 那這個剛剛講的 說有個卵巢 他可能開刀進去的時候 看到卵巢又有囊腫 大概是順道就把它 順道拿掉的 大概是以這樣的方式 所以到底要怎麼開刀 而且要不要開刀 還是要跟專業的醫師討論 另外就是子宮肌瘤 常常會有很多的症狀 吳醫師到底子宮肌瘤 有哪些常見的症狀 而且她最常見的症狀 我們大家都知道應該是初血 對 她是不是跟初血的話 是不是跟長的位置有關係 是的 那其實我們血醫科 其實我們的病人裡面 很多是子宮肌瘤的病人 他們因為一直 反覆不斷地一直初血 那初血量可能 比一般女孩子的月經 可能多了三倍 四倍 五倍 所以他們長期以來 就會變成貧血 所以這個其實還有不少見到 那我們看到子宮肌瘤其實 它有各種各樣的表現 它可能一顆 可能很多顆 或是叫做子宮肌腺症 密密麻麻在整個子宮裡面 都存在在子宮的壁上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個圖卡 它其實有很多種不同的長相 比如說是黏膜下的肌瘤 然後薑膜下的肌瘤 或是長在肌肉層裡面的肌瘤 這種長的位置 其實如果是很小的話 沒有什麼影響 其實問題不大 但是它如果長的位置比較特別 已經造成每次月經來的量都很大 然後造成貧血 或者是每次月經來痛得要死 那有些都不是說 你吃止痛藥有辦法解決的 那個都是要吃很多顆的止痛藥 或者是說它已經壓到膀胱 每次小便就是貧尿 一 兩個小時就要去上一次廁所 那也是很困擾的 那最後就是不孕 其實我有遇過好幾個病人 他真的是因為子宮肌瘤造成了不孕 然後他去開完刀之後 半年內就懷孕了 對 所以說其實像這個子宮肌瘤 有產生的這些問題 我們就必須都要去正視它 來到我們血液科的門診 常常都是因為嚴重的貧血 那其實我們血液科其實 是很不喜歡給病人輸血的 因為輸血的時間是 第一個副作用很大 有傳染病的風險 而且它別人的血 在我們體內的時間 都只能維持兩三個禮拜 三四個禮拜而已 所以我們比較好的方式就是 給它鐵劑 可是有時候吃的鐵劑 還比不上那個它流掉的速度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會給它用注射的鐵劑 但是無論如何 這都只是一個治標的手段 你把血紅素拉上來以後 我還是會讓病人 你去婦產科的門診 好好去跟醫生研究一下 這個子宮肌瘤 到底你有沒有必要去手術 如果沒有必要手術的話 其實現在有很多方法 比如說子宮內的 一種緩慢釋放藥物的避孕器 或者是一些口服藥 有一些很多新的方法 都可以去讓你的子宮肌瘤 也許你那麼不喜歡開刀 或者是沒有開刀的那種需求 其實我們還是有很多新的方法 可以幫助大家度過這個難關 就是要找專業的醫師諮詢 沒錯 腰藝房子宮肌瘤 我中醫認為我們宮要先暖起來 有穴道可以幫我們暖工嗎 我們中醫講說 這個子宮最怕寒氣 寒氣是萬病之源 你會發現有時候 小女生來說 這個月經來都會痛 她說我現在不痛 我現在都不吃冰 她發現 她有發現 這個也是我們醫生 在跟她做一個衛教的時候 然後我們另外就是做預防 中醫治療 所以我們在穴道上面 就會有爭取一個 一兩個自己可以再加DIY的 當然我們在診所裡面 我們就會給她做一些肚臍療法 直接增上去 然後增上揪 上面揪的話 就把這個寒氣濕氣 給她做一個揮花 第一個穴道就是在 很簡單找 在我們的子宮 子宮的地方 我們要找一個是官員先找出來 那官員怎麼找 我們先把肚臍找出來 肚臍找出來以後 食指伸出來 那食指就按照我們的什麼 按照我們的肚臍孔 然後1 2 3 4 這個四肢 四肢的最末點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的官員穴 官員穴 那用你自己的手對不對 因為每個人的手 身體的長度不一樣 那官員穴下一吋 那一吋大概是 我們大母哥的地方 大母哥的地方 這樣橫著一指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的什麼 剛剛是官員 那下一吋 再往旁邊三吋的地方 是我們的什麼 子宮穴 那這三吋的地方 就是我們一般說的 這個四個石頭這樣 所以兩邊都有 那這個子宮穴 一般來講就是什麼 我們的經外期穴 正經裡面是沒有這個穴的 但是它效果還不錯 所以我們在按壓的時候 或者是什麼 給它什麼熱敷 暖宮的時候 剛剛吳醫師有提到 真的有時候病人是 痛經痛到吃了四顆止痛藥 都加不下去 來 就按這個子宮穴 熱敷下去 剛剛來的時候是 然後臉色蒼白 然後出去的時候 這可以是吧 這個劍步如飛出去 那還有一個穴道 就是在我們的脾巾 有一個三陰礁 三陰礁在哪裡 三陰礁就是我們的小腿內側 長腿妹妹出來了 那就是我們的小腿內側 然後竹內懷 竹內懷三吋的地方 那基本上就是我們四個指頭 下去對不對 那個地方 然後剛好在筋骨內側 那個地方就是我們的三陰礁 大家 中醫師最喜歡 因為這個什麼 腹科腎穴 最喜歡用 壓了就會痛 按下去 如果你這個地方 氣質血穴 或者是常常荷膜不大調的 每次都會痛 所以發現 不管你是按 或者針 或者是我們揪下去 你都會覺得什麼 酸脹不舒服 那就表示 這條經絡是不舒服 是氣質血穴的 你要多什麼 多給它按壓 但是千萬不要過油不急 把它弄到黑漆 次數多一點 明天給它個早晚 然後睡覺 洗澡的時候 想到就壓 對 想到壓一壓 這個都算不錯的一個保養 對 這三個學道 介紹給大家 另外民以食為天 所以廣告之後 就教你做一道料理 來補你的子宮 我是江坤俊醫師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加上開啟小鈴鐺喔 就能及時收到我們的最新影片喔